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 235 面 几二 耶 请想别事 那么这个地方呢 佛陀讲到六道的 善恶的因果 佛陀是讲出两个观念 第一个呢 从我们心性的本体上来说 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说一切众生死本真净 那么我们在观察我们心性的 不变之体的时候呢 是无有少法可得 没有所谓的内分外分什么这样的 差别的对立 没有这种事情 但是当我们在观察我们心性 那个随缘作用的时候 当然讲作用 那就是念头开始动的时候 一动就分成内分外分 这两种差别 这个内分啊 就是这个动啊 是用情爱来带动的动 所以我们 这种情爱的力量 所带动的 那么就产生这个水分出来 那使利我们的生命 慢慢地往下坠 那么第二种动呢 是根据我们经过 圣贤的教育产生的理想 那么产生的气势 那么使利我们超生 这两个方向 佛陀在讲六道之前啊 先把这个 超生跟坠落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 先把它气氛出来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 可想 就是这个理想 会产生气势 这一下 隐胜 事故众生 心持境界 己身清清 心持奏印 故盼雄意 心意升天 梦想非局 心存佛果 圣经理现 事上之事 自清生命 这一下呢 佛陀就挤出这个 我们一般的修道人的六念法门 来做证明 第一段呢 先讲念诗 故事的诗跟念戒 说事故众生 心持境界 己身清清 所以我们经常啊 抱着一种持戒的理想 我一定要把戒持好 有这样的理想 报复的人啊 那么很自然就能够少益之主 那么从少益之主当中呢 就能够啊 产生内心的清安 要随属于禅定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心持境界啊 要按古德的解释啊 是包括了布施在里面 我们愿意施舍啊 也会让自己的身心感到清安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 念诗跟念戒啊 他为什么有清安呢 当然他就是会有这种气势 有一种气势 让他身体往上轻飘嘛 就是有气 一种持戒的气势 布施的气势产生 心持 咒印 顾盼 雄印 那么这个是念法 就是这个人 他经常喜欢持大悲咒 弄言咒心或往生咒 那么这个咒呢 是如来的心印啊 所以他持咒以后呢 他就感觉到他的心 跟佛的心在一起 所以他产生一种强大的气势啊 就顾盼雄意 充满了雄心壮志啊 左顾右盼啊 众人遇到的天魔外道的干扰啊 也无所畏惧 因为他的心跟咒一接触的时候啊 他又产生一种气势 这种气势使令他顾盼雄印 第三 念天 心意升天梦想飞局 这个人他心中啊 他厌恶这个下界的出谷障 星球这个上界的静妙里 他经常想到他自己要升天 有这样的美好的理想抱负呢 他就能够在梦中啊 乃至于在极境当中啊 就想象到自己的身心世界 是往上飞局的 当然往上飞局这是好事情啊 表示他这个人 用清静的盛气 殊胜的气势 在他内心当中升起了 他还没有升天啊 但是他就 只要他有这样的理想 他的身心世界当下就变化了 这个地方还没有讲到 真正真正升天 这个只是隐正 心存佛果 圣经敏现 说他经常义佛念佛啊 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 意念净土的殊胜啊 就在梦中跟禅定当中呢 他就能够看到佛菩萨的庄严 净土的庄严啊 在心中显现出来 这段是练佛 最后一个练身 世战士是自请生命 那么他为了跟善志士求法 而愿意侍奉善志士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像善财童子一样 摆成烟水啊 不辞心脑 为了求剥雷的法门啊 能够放弃自己 设身的种种的受用 那么这个六念当中呢 就是说我们在六念这个 炼戒 炼师 炼法 炼天 炼佛 炼身啊 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殊胜的气势 会让自己感到轻飘 那么这都是一个功德项 这个举这个例子 这一下总结 阿兰 诸想虽别 轻举是同 非动不成 自然超越 此名外分 所以这个 当然他的想象的所言之不同啊 有的想象慈戒 有的想象这个法门 有的想象这个申保 想象的所言之不同 但是依旨想象所产生的轻举是相同的 所以身心既然是属于 非动的 自然就不下沉啊 临终自然就超越 而往生到善去 这个就是外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佛异大师的注觉 讲出两个总结 值得我们注意 佛异大师说呢 众生前体在米啊 所以以爱然为内分 以这个可想啊 为外分 就是说 我们众生一念迷惑以后啊 当然活在自我意识 自我 那么自我当中 其实 不管是 情爱 不管想象 其实这个地方啊 我们从为世来看啊 都是想心所在作祟 你研究为世学啊 你会发觉啊 在整个为世的所有心所当中啊 最有强大的力量就是想心所 就是那个普遍形 处作与受想是那个想 我们为什么产生贪爱 因为你对这个东西产生美好的想象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整个关键点就在想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一切业障海都有妄想生 我们的堕落 是一种错误的想象的误导 但是我们的超生 诸佛正边之海 也是从众生心想生啊 我们为什么能够练佛练法练生呢 也是要靠经典的学习而想象啊 就像海公在录音带他常说啊 他说一个人为什么震得空性呢 他就是不断地想啊 他想说啊 我的色是毕竟空无我无所 受想心是毕竟空无我无所 他说你就是这样不断地想 想久了 你就跟这个真理相应 说这个空性的真理是怎么出现呢 你就是不断地想啊 想出来的嘛 所以为什么他离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会现前呢 那平常经常就是义佛练佛 所以这个 这个关键点在这个想 当然这个想有颠倒想 还有一个如理思维的想 这个就不同了 这是第一点 值得我们注意的 同样是想 一个是颠倒的 一个是智慧的不同 第二点啊 阿弥陀佛说啊 虽然众生有内分外分的差别啊 但是当我们会归到清静本体的时候啊 依旧是黄花乱舞空体依然 就是说 其实这个都是 我们内心当中 随顺染尽的阴言 所显现的一个假象而已 从清静的本体来说啊 它依旧是清静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我们看眼睛有毛病的 看到花 当然有的看到美好的花 有的看到丑豆的花 在空中挥来挥去 那西光还是这样嘛 就表示说 生命是可以改造的 因为它的清静本性永远没有变 它只是一个随颜的阴言 显现的眨染相 随顺清静相 但是那个清静的本性 本质是没改变 这就为什么我们年命中的时候 能够依旨正念真如依旨念佛 念佛 能够 马上能够跟阿弥陀感应到教 假设 这些的烦恼像 罪业都是真实的 那我们怎么代曰往生呢 不可能代曰往生 那就要消业才能够往生 所以它这个念头的转变 在于这句话 狂花乱舞 空体依然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在观察 这个身心世界的时候 你看偶尉大师的开始 他经常就是极空 极甲 集中 他讲极甲的时候 他要提醒你是极空 他讲极空的时候 他也会提醒你极甲 自信空 而因缘有 因缘有自信空 清静本能 而行业发现 行业发现 有清静本能 你要随时保持中道的平衡 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几山的名 存杂生成 前面是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一下就讲得比较详细的 把这个存 就是比较存一的响跟琴 或者是有参杂的响跟琴 所产生的这个六道的超生 跟六道的下沉的差别 在当中分两段 第一个证明生成 第二个解答同别 我们先看他的 一指琴详的存杂产生的生成 看第一段 那么在一切的世间 这个地方的世间 是偏执 有情的正报事件 那么在整个生死辗转相续当中 我们的生命是相续的 你看死了以后 他又出生 殊生又死 他是相续的 那么在生跟死的 生命的交换当中 我们有一个心态 就生从瞬息 死从变有 我们众生是贪生怕死的 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在受生的时候 是顺从习气 顺从我们的习气是受生 但是死的时候 就会产生身心的变化 我们是顺从习气而生 然后受到因为业力的变化 而死亡 所以在这灵命中的时候 灵命中当然指的是将死 但是还没有死 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胃舌软处 在灵命中的时候 在这个 一节诗论上说 灵命中的时候 他是 首先前六四都不活动 前六四不活动的时候 他最后进入梦觉 但是他第八四还会在 还在一段时间 所以第八四还在的时候 他就温度还在 他的说明也在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一生所造的善恶业 都同时显现出来 就像看电影一样 你看他一生当中 他没有学佛之前造的 依止这个倾想 造的杀到遗忘的那种 那种烦恼水 业力的水 果报水 显现出来 但是到学佛以后 他在佛堂当中 拜佛 修颤 义佛 念佛 这种功德法 也显现出来 这个时候 正望教宫 使逆 生顺 恶习相交 这个时候 他就是 使逆 生顺 死 是违背我们心情的 那么 生 是顺从我们心情的 所以这个时候 众生 他有两种心情 第一个是 求生 第二个怕死 这两个心情 在我们心中 同时显现出来 在这个善恶 显现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这样子 是使命生顺 恶习相交 那么这个地方 是讲到 灵命中的一个 当时的业力的显现 跟一般人 内心的状态 我们看下一段 存想 即非 必生 天上 若非 心中 兼福 兼慧 即以敬艳 自然 心开 见十方佛 一切净土 随眼往生 存想 就是他心中 有一个很明确的理想 当然这个地方的理想 看这个经文的意思 不是这种初世的 追求圣道 或往生的理想 应该不是这个 是指的是 他心中 修学 上品的 十善业的理想 他对这个理想 非常的坚定 所以 灵命中的时候 因为有这样的理想 的坚持 使令他的身心世界 是非局的 而升天 纯响 这个可能 烦恼淡薄 但是他的理想 也非常的坚定 那么在整个 纯响当中 又有另外一个情况 若非心中 假设在他的 纯响的 非局的心中 他又有福 就是他有 十戒修福 而且他有 出世的智慧 出世的 无漏的 空脚中的智慧 而且他有 清净的愿力 这个愿力 包括菩萨的 世红事业 也包括了 往生净土的 愿力 这个福报 智慧跟愿力 这三个加持 这个时候 他灵命中的时候 就有心地开通 古德说 灵命中人 一般人的神事 是暗顿的 一个人要没有理想抱负的人 到灵命中的时候 你看他的眼神 是呆滞暗顿的 修行人的眼神 他是明亮的 因为他内心当中有理想 所以他灵中的时候 他是心地开通 这个时候 他就会自己见到 十方诸佛 乃至于种种的 净土的庄严 而随顺心中的愿力 往生十方净土 所以他这个地方 在把升天当中 又另外标出了 他有这个福德力 智慧力跟试验力 那么这三种的差别 产生了往生 这个是在六道当中 六道轮回的凡夫当中 是最好的一个相貌 表现最好的 就是唇响 这个人没什么贪爱的 完全是活在心中的理想 看第二个比较次等 请少想多 轻举飞眼 即为飞仙 大力鬼王 飞行夜叉 地行罗叉 由于是天所去无碍 这个是中等的 他一生当中 对男女财富 多少有点贪爱 但是他理想抱负 这种正念的力量 是超过贪爱的力量 想象的力量比较多 情爱的力量少 那么这个人当然 从本经来说 他身体里面有水 但是也有气势 但是气势强 所以他能够 轻举就是能够高飞 但是不能够飞得很远 这一下提出的四种差别 极为飞仙 这个是指的九想一情 还有百分之九十的想 百分之十的情 那么这种人是记住五种神通 在天上做种种飞行的仙人 大力鬼王 这个地方指的是八想二情 比方说种种的山神 土地尊神 某某大地 某某国王等等的 这种大力鬼王 飞行夜叉 这个是七想三情 前面是指鬼王 这个是指他的将帅 八部的鬼帅 他能够飞行 地形罗刹 这个是六想四情 这个一般的旷野鬼神 但是他也没有太多障碍 一般这个还是属于 就算不是多才鬼 应该也是少才鬼 还不是属于恶鬼 因为他的想的成分还是多 六想四情 那么他最多的幻围 这以下四种 最多的幻围 能够游行在四天王天当中 来气自如 无有障碍 因为他生前 虽然有一点贪爱 但是他的理想 稀胜稀险的那种理想抱负 还是多的 那么再看另外一种 在这个 起早想多的过程当中 他要把它分出另外一种 其中若有善艳善心 富时我华 货乎境界 谁持戒人 货乎神咒 谁持咒者 货乎禅定 宝虽乏人 是等亲住如来作下 你看佛陀在讲经的时候 你看他前面唇响也是一样 他先讲非佛弟子 再讲佛弟子 前面是讲非佛弟子 变成非仙 大利鬼王 非行叶叉 地行罗叉 这个是世间的善人 这一下讲佛弟子 假设他有一般的善心 除了悉胜悉贤的理想抱负 更重要他有一种善愿 富时三宝的愿意 那么富时三宝当中 他以下提出的 有四种的情况 第一个 富持我法 富持如来的正法 富法尊神 讲大圣经典的时候 富法神会来富法 第二个 货富境界随持戒人 这个是富戒的善神 在戒谈当中有很多的富戒善神 或者他是保护戒法 或者保护持戒之人 这个是富戒的尊神 第三个 货富神咒 所以持咒者 就是保护神咒 乃至于保护持咒之人 第四个 货富禅定 保随法人 有的富法神是专门护持 哪一个人修禅定 他就保护他 使得他严厉魔障 保随 随就是安定的意思 使得他能够身心安定 而成就无生法人 那么有这种 亲近富持三宝愿力的尊神 他就会在如来的座下 而成为三宝的货法的尊神 所以他这个地方 我们看本经 它是我们一般讲鬼道 其实他是把鬼道分成两种 一种是鬼 一个是神 有福德的是神 那么没有福德叫做鬼 那么在神当中 本经又分成两类 第一个 既足善心 而不既足善愿 还有善心 但是没有富持三宝的愿 那么这一类的话 大概就是到了 飞仙 鬼王 夜叉 罗叉雀 福报力很大 但是跟三宝都没有什么因缘 这只有善心的 第二个他有善心又有善愿 那么就会亲近三宝 来富持三宝 有这样的差别 好 再往下看这个 勤想均等的 勤想均等不非不对 生于人间 勤想敏思聪 勤勇斯顿 那么勤想均等 就是他内心当中 对于武艺的情爱 跟对整个圣贤之道的理想抱负 是均等的 一半一半的 那么这种人 他也不会非局 也不会坠落 而生在人世间 那么作为一个人有两种差别 第一种人是 想敏思聪 这个人他平常 欢喜用 绝招的智慧 来推舵 事理的聪明人 这种人就属于聪明人 凡是用智慧来推舵 第二种人是 勤勇斯顿 他一道事情是习惯用感情来判断 跟着感觉走的 做什么事也没什么脏法 也没什么考虑的 那么这种人一般都是 暗顿 疑痴之人 分出这两种人出来 那么这个是讲到 勤想均等 他是作为一个人 到这个地方还没有堕落 都还不错 这一下看堕落的情况 堕落的情况有分的两种 第一个是杂勤 第二个是纯勤 看经文 这一下就正式说明了 勤多想少 刘若恒生 这个刘若恒生 古德说 这属于六勤思想 他这个恒生就是畜生道 那么这个人情感 已经多于理智了 那么在畜生道又分两种 第一个是毛群 第二个乙族 就是说呢 在畜生道当中 勤爱比较重的呢 情感 情爱比较重的 就在地上爬的 好像牛啊 马啊 种种的 走送 假设他过去当中 他的情爱比较轻薄 就是飞行的鸟内 这个地方还有所不同 情感重的人 他是在地上走 情感轻薄的人 在空中飞的 这个畜生分的两种 七情三想 沉下水轮 生以火器 受气蒙火 生为恶鬼 那么如果他是七情三想呢 他就沉在这个水轮之下 而生以火轮之上 也就是他刚好受生在这个水火恶界 这个交接的处所 那么他经常受到这个 蒙火的气氛的燃烧啊 就变成恶鬼 那么恶鬼的特色是什么呢 常被混烧 常被混烧 这个古德铸酒两成意思 第一个常被内火所烧 这恶鬼众生啊 他经常啊 内心有一种饥渴之火的逼迫 他永远也吃不饱 也喝不足 所以这种饥渴的火的逼迫 内火 第二个他有外火 这个外受蒙火的烧燃 什么叫外火呢 就是下面这段说的 水能害己 这恶鬼到他去喝水的时候呢 他过去的千滩的业力啊 就把这个水变成蒙火 把自己给烧了 经常会 但是他烧了以后 他下次看到水 他还是过去喝水 都被烧 经常被这个外火所烧 所以他一生当中的总结 是无食无饮 经百千节 没有食物 没有饮食啊 活在内外的火的燃烧当中 经过百千节的实现 当然这个是七情三想所引申的 再看 九情一想下洞火轮 深入风火二脚果地 这个地方是讲地狱的 前面是畜生恶鬼 这个讲地狱 所以这个人他 九情 他一生当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根据情感在做事情 偶尔有一分啊 是根据这个理想暴风 那临终的时候呢 就向下下洞火轮 这个洞就是沉沦 沉沦到火轮之下 而到火风二地的交接的地狱 就是风轮跟火轮的交接的处所 那么比较轻的 比较轻的当然指的是八情二想 他就在有间地狱 那么重的就在无间地狱 这个有间无间呢 当然有几种差别 比方说他受苦 有差别 无间地狱你一进去以后 你那个痛苦是没有停止的 那么这个有间地狱 他的痛苦是有停止的 第二个生命也有差别 有间地狱他的这个生命 是有期限的 无间地狱的生命是没有期限 他死了以后 夜风一吹他又活过来 一天当中万死万生了 他的生命是无间 受苦无间 那么乃至于这个时间 也有差别 种种的差别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重跟轻的差别 看纯情 纯情急于沉入阿比玉 若成心中有傍大胜 匪伏境界 狂妄说华 虚贪信尸 难因恭敬 五逆时中 更生十方阿比玉 那么纯情就这个人 一辈子当中 从来就没有所谓的 欺胜欺贤 的这种理想 完全是一种情感的作用 那么这个人呢 就直接堕入阿比地 在中阴深 也不要经过中阴深 直接堕入了 不过这个地方的 古德的注解 他说这个地方的阿比地 跟前面的无间地 更厉害 更厉害 那个无间的力量更大 受苦无间 寿命无间 时间无间 等等 更厉害 那么在无间当中 前面是一般人 这一下就更厉害 就是跟三宝有关系的 假设在整个 纯情的下沉心中 有毁谤大乘 大乘佛王妃佛说 或者匪佛境界 比方说宝连香比丘尼 破戒破见 或者狂妄说华 比方说前面那个善心比丘 说一切法空而剥为因果 或者虚谈信师 假借种种的阴言 来贪求信师的财物 或者难应公敬 自己没有得横 那么就假装有得横 来追求别人的公敬 乃记照做侮逆十恶的重罪 那么这种人他就 不只是一个阿比地位 就是更深释放阿比地位 就是因为一个阿比地 他刚好是一个世界的 沉住坏空一个大截 一个大截有四个终结 沉住坏空四个终结 那么一个大截阿比地结束以后 他的罪业还没有结束 他又换到另外一个阿比地去 所以他那个时间是无间 时间特别长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 对于整个三宝 我毁谤 我伤害的过失 那么这段就是把整个 倾向的深层的差别 把它做一个大方向的说明 这个偶尔大师说 他说众生法界 造业也是不可失忆 佛法界是不可失忆 因为众生法界造一念心性的时候 心性也是全体不变 全体水 也是吉弓吉强吉弢 也是不可失忆 那么在不可失忆当中 偶尔大师就讲出一个屁欲 他说为什么不可失忆呢 说我们这一念心性啊 这个清静的本体啊 就像黄金一样 那水眼呢 就是他的相状 你可以把黄金做成佛像 让人家恭敬礼拜 你也可以把黄金做成这个 兵器去杀人 那么兵器跟黄金 跟这个佛像 就是他的水眼的作用啊 那么这个黄金就是 他的不变之体 当然你用兵器 你也可以把它重新 把它烧一烧 又可以做成佛像 那关键在哪里呢 偶尔大师就是在迷雾的差别 众生随数你迷惑的因言 跟随数觉悟的因言 而产生差别不同 因为这个想啊 一个是迷惑来引导 一个是由这个觉悟来引导 不过这个地方的想 我们再说明一下 我们看这个 看这样一路看来啊 你要超生比较高的境界 想是不够啊 它要到到纯想的时候 还加一个思 五片形里面 处作一受想思 我们常说思想思想 其实这个观念不对 因为是想思 思啊 就是一种决定性的造作 比方说 很多人说 我内心存有善 善念就好了 我干嘛要受戒呢 不一样 你没有受戒 你对于这个持戒这件事情 是存在这个想 我很想要就做善事 但是你受完戒以后呢 这个就 就到思了 我一定要造善念 都会知道这个想跟思想有差别 一种是一种真上意乐 你看我们 为什么净土中一定要花园 我为什么要花园呢 我觉得这很好就好 净土很好就好 不可以 因为你很想要往生 这个叫做想 我一定要往生 这个叫思 这个地方有所不同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说了 你那个内心的坚定的力量 这个是神败的关键 那种坚持 你看我们修行人 最关键就是 每一个人都会修行 但是那个力道有所不同 你看参公书对善法的坚持 跟我们比起来就差一点 当然这就是善根的问题 那么这个思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他能够坚持 我们就没办法坚持呢 智慧潜伤有差别 就在那个圣解 对那个功德法的圣解 我自己参加佛气 我有这种感觉 你看我们同样是依止 佛号来抗击烦恼 以念抵万念 不能念要他念 不能钻要他钻 同样大家 每一个人打佛气的人 都是妄想分为台来打佛气 没有一个人是急进来打佛气 都是在这个地方 打滚了很久 没办法了 到佛堂去 佛号提起来 有些人一下子就上路 有些人他念了七天 还是老样子 佛号总是建立不起来 关键在哪里 就是你没有坚持佛号 你坚持佛号 妄想就消失 那那个坚持的力量 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对生命的圣解 对净土功德的圣解 那种坚定的理解 所以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看那么多经典 看什么呢 看那么多经典 你平常不觉得什么好处 你读圣贤书 你也不觉得什么好处 但是你一旦修行的时候 你争望交光的时候 你会对正法 那多一份的坚持 而那一份坚持就是 养兵迁日平常的温世来的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想 你不能停留在想 要导思 到那么真上意乐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 把这个情跟想的差别 做一个说明 这里下来看 跟二的解答同别 行造恶业 随者自遭 众同分钟 结由原地 这个地方等于 先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就是说它分两段 第一个从别业 众生各别造业 各别受报 说从别业的角度 一切众生 他寻取所造的恶业的 轻重不同 那么各自去招感 自身的痛苦的果报 这个是讲别业 那么从贡业的角度 在众生的贡业当中 也的确有一个地义的 触手存在 所以伟大师说 你要讲万法唯心的时候 把一切法 飞归到一念的清静的 随言不变体的时候 那就是所谓的 固知到地义 非本来有 那你一提起用 讲唯心万法的时候 那就是 大宗共同造业 共同受报 是这样的差别 就是说 也的确有一个地义 但是进到地义的人 也各自受各自的报 共业中有别业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一小段 物耳别是区区 那么这个地方 讲到七气的差别因果 等一下分期段 一是第一去 二是恶鬼去 三是畜生去 四是人去 五是先去 六是天去 七是修罗去 首先我们看是第一去 第一去调分三段 第一个总标 第二个别是三总结 看总标 当然 此等皆是 笔注众生 至业所感 照实习因 受六交报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持等 这个地方的持等 看前后文的经文来看 古德的注解的说法是说 特别指的是第一的果报 叫持等 持等第一的果报 当然包括有间第一 包括无间第一的 这个第一是怎么来的呢 是众生在阴地当中 医子自己的身口 医的照作所招感的 说是他怎么造业 怎么招感 这是在阴地 照实习因 本经把众生的烦恼习气 列出十种 维世学分成 六根本烦恼 二十随烦恼 那么欧威大师说 其实他这个十种烦恼 就是把维世学的 六根本 二十随烦恼 全部把它合起来 有十种根本烦恼 那么受六交报 这个六交报 这个六指的是六根 他的意思就是说 众生是怎么造业 意思六根造业 你烦恼去推动六根 那么他造业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一根为主 其他的根当辅助 那么受果报的时候 也是这样 他有一根来受痛苦特别重 那其他根 就坚待的受报 因为你印第的时候 有一个根特别强 那么其他当助办 那么受果报也是这样 会有其中一根特别重 其余的受报 所以这以下等于是会把 我们众生是根据什么烦恼来造业 会有什么各种果报出现 这以下就要详细地说明 那么当然 偶尔大师说 简单地讲都是自作自受 我们自己捏造一个烦恼出来 然后去造业 自己去把这个地义的果报显现出来 自己去造作 自己去变现 自己去感受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薛佛要你自己去学呢 你说我受戒 为什么我自己要去发心呢 明明是严禁发心 你一定要自己发起来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改变 所以你 你自己要事断一切恶 你自己要修事断一切善 你自己要事断一切众生 是你自己要做的 所以你看你造业的 也是你发生你内心 学佛也要发生你内心 当然这关键就是 你要加强你的觉悟 加强你的觉悟 你才能够发生内心 想要去改变自己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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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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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